男孩搁着玻璃和蛇对话 却没想到 蟒蛇居然能听懂他的话 看到这一幕的表哥 直接冲锋来推倒了男孩 此次的男孩很生气 结果下一秒 玻璃居然屏幕消失 表哥直接摔进了蛇窝里 就在蟒蛇走后 玻璃又神奇地出现了 看到表哥受到惩罚 男孩还现在笑了起来 可男孩并不知道 他刚才使用的其实是魔法 男孩名叫哈利波特 父母都是强大的巫师 可在哈利出生没多久 他的父母就被福利魔所杀害 福利魔本想杀死哈利 就被哈利母亲临死前 射下的保护咒所反弹 只在哈利额头上留下了一到八 因此福利魔又受到了重创 从此便笑声匿迹 而变成过案的哈利 被送到了姨妈家负养 可这十几年来 他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住的是楼下的储物间 穿的是破烂的旧衣服 每天还被当成用人使唤 哈利没以为这样的日子 会一直持续下去 却没想到在这天 他意外收到了一封信件 可哈利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表哥强头给了父亲 而哈利的姨父也很好奇 是谁想联系这个讨厌鬼 可当他打开信封 看到上面霍格沃兹的标志后 瞬间就变了脸色 为了阻止哈利看到内容 姨父直接撕毁了信件 并把他扔定了火炉 可让姨父没想到的是 送信的猫头鹰越来越多 直接在家里下了一场信电雨 为了躲避猫头鹰送信 一会把家搬到了孤岛 在孤岛的第一个夜晚 哈利就在地上发了一个蛋糕 因为今天是他11岁的生日 就在这时一名巨人突然踹开了门 给哈利带来了一个蛋糕 巨人名叫海格 是霍格沃兹的钥匙保管员 他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接哈利上学 而之前那些无数来信 正是哈利的入学通知书 为了逃离这个家庭 哈利直接答应了 给海格前往魔法学校 在入学之前 哈利必须按照规定 去采购一些学习物资 于是海格把哈利带到了对角下 这里是魔法师的百货商场 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看着琳琅买目的魔法商品 哈利担心自己没钱买 可海格却告诉哈利 在古林格魔法银行里 有他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遗产 这些丑陋的哥布林妖精 居然掌管着 世界上最爱的魔法师银行 而哈利父母留给他的遗产 就藏在古林格的金库之中 在妖精的带领下 哈利来到了687号金库 可能金库被打开后 哈利直接傻眼了 在里面竟然有一座小金山 紧接着 他没有打开了713号金库 这里面只有一个小包裹 可海格在拿出来后 却直接藏在了怀里 并且还嘱咐哈利 一定要保守秘密 随后 哈利用父母留下的遗产 给自己买了一根魔法杖 他告诉哈利 这跟魔杖可大有来头 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而另一根魔杖的主人 就是黑乌尸伏地魔 海格找到了哈利 他送来一只猫头鹰 给哈利当做生日礼物 到了第二天 海格又是先行离开了 哈利只好独自带着行李 去找九六四分之三站台 可是他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站台的位置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看到这一幕 哈利也跟着冲了过去 在穿过魔法枪后 哈利终于来到了 船上中的九六四分之三站台 在登上列车后 哈利结识了第一个朋友罗恩 两位年纪相仿的孩子 很怕在交单中熟络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 贺民拽得要命的样子 给罗恩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可谁又能想得到 远人在以后会有一段佳话 到了晚上 列车抵达了霍格沃兹 打哈利走进魔法城堡后 属于他的七年之中专生涯 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入学之前 杜莫利哥校长宣布了两条禁令 第一 禁止进入黑暗森林 第二 禁止踏入三楼走廊 随后 新生们开始了飞院仪式 他们只需要戴上飞院帽 帽子就会根据每个人的侧点 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学院 而霍格沃兹总共有四个学院 哈利和罗恩与赫敏 都被飞到了格兰威多学院 到了晚上 所有人都进入梦乡 唯独哈利独自坐在窗边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 哈利有些难以入眠 这是某某店的飞行客 就在学院们起上扫帚时 意外却发生了 那威的扫帚突然不受控制 直接原地起飞 看着睡在地上的那威 教授只好暂停的课程 把他送去遗物室治疗 就在这时 马尔夫捡起那威遗落的记忆球 准备把他藏起来捉弄一下那威 哈利看不怪他这种行为 立马骑着扫帚追了上去 看到哈利想抢走记忆球 马尔夫直接将球扔了出去 哈利点撞 立马追了过去 从不拿到了记忆球 看到哈利第一次飞行 就有如此精神的天赋 麦格教授起了爱才之心 于是在麦格教授的推荐下 哈利被破格选入了 格兰威诺的奎迪奇球队 成为了近百年来 最年轻的找球手 而作为找球手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抓入金色飞贼 到了晚上 哈利三人准备回宿舍 可脚下的悬浮楼梯 却突然开始自行移动 直接把他们带到了 三楼的禁地 见此情景 哈利三人只能慌忙逃跑 在慌乱中 他们躲进了一点密室 结果一转头 却发现这里 竟然有只三头犬 在危机解除后 赫敏告诉哈利两人 他发现三头犬的脚下有扇门 显然他在看守什么重要东西 到了第二天 大家都在学习悬浮咒 只要正确挥动魔法杖 再配合相应的咒语 就可以让物品飞起 看着赫敏臭屁的样子 罗云对他产生了不满 于是在下课后 罗云就吐槽起了赫敏 声称他没朋友是有原因的 而这句话恰巧被赫敏听到 赫敏很伤心 躲到厕所哭了一下午 到了晚上 大家正在吃晚餐 可齐表教授却冲了进来 大喊着有怪兽闯进了学院 随后他就晕倒了过去 在得知情况后 邓梦利多安排学生返回宿舍 而他则和教授们去查看情况 在返回宿舍的途中 哈利突然想起赫敏还在厕所里 于是立马带荡罗云跑了过去 而另一边的赫敏 帮从厕所里走出来 就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这份女孩一抬头 发现面前竟然有着大怪兽 他吓得立马躲进了厕所里 看到怪兽攻击赫敏 哈利抽出魔杖就冲了上去 结果就被怪物给提了起来 危机时刻 罗云用出了钢靴的悬浮咒 把怪兽的棒水飘到了空中 在危机解除后 教授们才赶到了这里 哈利发现斯内普教授的腿上 竟然受了伤 这不就让哈利产生了疑惑 到了第二天 哈利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他怀疑怪兽是斯内普放出来的 因为斯内普养用怪兽制作会了 然后趁机去偷三头犬开手的东西 结果却被三头犬咬伤 而三头犬开手的东西 应该就是海格 在古林格驱走的包裹 一只猫头鹰突然飞来 给哈利送来一份礼物 最新款的飞天扫帚 光轮2000 看着不远处的麦格教授 哈利知道是他送给自己的 时间过得很快 葵蒂奇比赛的日子到了 作为球队最年轻的找球手 哈利成为了赛场里的焦点 伴随着一阵欢呼声 双方球员骑着扫帚冲天而起 很快在空中摆好了队形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 格兰威诺凭借着默契的配合 率先进了两个球 见此情景 斯莱特林开始暗中使唤 故意打上了格兰威诺的球员 就在这时 金色飞嘴从他面前飞过 哈利刚仰追上去 他的扫帚突然失去了控制 看到这一幕 观众都以为是哈利经验不足 可唯独赫敏不这么想 因为他看到了 斯莱特林正在念的咒语 为图着他继续施法 赫敏悄悄来到观众席下 直接点燃了斯莱特的袍子 斯莱特电状 立马起身灭火 并不易撞倒了齐洛教授 随着咒语被打断 哈利扫帚也恢复了正常 为了赢得这场比赛 哈利准备抓到金色飞贼 他直接站在扫帚上 飞快地冲向了金色飞贼 结果哈利脚下一滑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就在众人担心的时候 哈利却从嘴里吐出了飞贼 就这样 哈利帮格兰威诺赢得了比赛 在比赛结束后 哈利三人找到了海格 把斯莱特这段时间的行为 全部告诉给了海格 可海格根本不相信 对非斯莱特不会做出这种事 必要是三头犬是他养的宠物 正在奉定看守一件宝物 而这件宝物 至于邓莫里多和尼可乐没有关 就在哈利还想询问时 海格却闭口不谈了 为了查出尼可乐没是谁 哈利准备去禁书区查掠资料 可禁书区就不是那么好近的 就在哈利一瞅目展时 他却收到了一件圣诞礼物 当哈利打开包裹时 却发现居然是件隐身斗篷 哈利穿着隐身斗篷 直接来到了禁书区 他准备在这里 看到尼可乐没的资料 可他刚打开一本书 就直接被吓了一跳 听到管理员的声音 哈利吓得拔腿就跑 可在逃跑的途中 哈利却意外撞见了 斯内普正在威胁齐若教授 就在这时 斯内普感觉身边还有人 结果伸手一抓 却抓了个空 哈利紧撞 急忙捂住了嘴巴 然后小心离开了这里 可当哈利出来后 却发现了一面镜子 哈利走近一看 竟然在镜中看到了父母 可当哈利转头看时 却发现背后空无一人 这面镜子明妖恶丽丝魔镜 而哈利之所以能看到父母 他渴望父母能陪自己在身边 所以他才会在镜中看到父母 于是在每天晚上 哈利多会来到这间密室 逐渐对镜子产生了依赖 直到这天 邓木利多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为了防止哈利失验其中 邓木利多决定把镜子藏起来 到了第二天 特命意外从一本书上 找到了尼可乐梅的资料 原来 尼可乐梅是个顶级炼金师 是唯一一只魔法师的制造者 而魔法师不仅0.10成金 还可以制造成长生不老药 或许斯内普想要脱走的 就是魔法师 得到有用的线索后 三人立马找到了海格 把他们的猜测说了出来 可凯格却告诉他们 斯内普是保护魔法师的教授之一 跟美木可能想要脱走他 就在这时 窗外突然闪过一道人影 而这个人正是马尔福 他立马找到了麦格教授 举报哈利三人违反校规 可让马尔福没想到的是 他同样也违反了入夜后 不得私自外出的校规 所以他也受到了惩罚 就这样 四人被罚跟随凯格 一同前往黑暗森林 去寻找失踪的独角兽 经常喝血的朋友都知道 有些特殊的血液 是可以增加自身寿命的 而独角兽的血液 具有增加寿命的能力 但喝下他血液之人 也会因此受到诅咒 进入半死不活的状态 成为形式阻弱般的存在 为了调查失踪的独角兽 海格带着哈利四人 来到了黑暗森林 为了尽管完成任务 海格准备分头行动 他让赫敏和罗恩跟着自己 而哈利则跟着马尔福一组 哈利两人刚走进森林深处 就看到了一个神秘人 正在吸食独角兽的血液 就在这时 哈利和头上的疤痕 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看到神秘人看向自己 马尔福吓得把腿就跑 哈利还没反应过来 神秘人就朝他飘了过来 危机时刻 一只半人马突然出现 成功赶走了神秘人 半人马警告哈利 让他紧快离开黑暗森林 因为刚才那个神秘人 正是传说中的伏地魔 而他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是因为霍格沃兹学院里 藏有一件科业战伏地魔 死而复生的东西 就过这次事件后 哈利终于想通了一切 原来斯内普要脱魔法石 并不是为了他自己 而是想复活佛地魔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三人 想找邓姆里多说明情况 可麦格教授却告诉他们 邓姆里多有事出差了 为了防止魔法石被偷 三人决定去密室阻止斯内普 当他们来到密室时 发现友装琴正在自动弹奏 而三头拳也睡着了 看到这一幕 三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他们打开暗门 直接调定了地下室 可光来到下面 他们就被藤蔓缠住了 幸好赫敏对魔鬼网友了解 只要放松身体 就能自然滑落 随后 他们来到了下一个密室 这所房间里飞满了钥匙 而想要进入下一间密室 就必须要在这间钥匙中 找到最特别的那把钥匙 随后 他们来到了最后一间密室 只要迎下这盘乌诗奇 就能进入存放魔法石的密室 虽然罗恩是个学诈 但他却是下乌诗奇的高手 只是这种奇一旦被痴子 就会受到真实伤害 为了保护魔法石 罗恩不起勇气 指挥奇子移动 就在最后关头 被对方网络打得昏迷过去 哈利见状 立马接过了指挥群 完成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随后 哈利让赫敏在外面照顾罗恩 可当哈利来到密室后 却直接傻眼了 想要吐动魔法石的人 就是齐若教授 回第七比赛那天 他念的咒语是失控咒 而是内普念的则是保护咒 如果不是斯内普的保护 哈利那天早就被摔死了 就在这时 齐若让哈利站在魔镜前 可下一秒 哈利看到魔镜中的自己 竟然把魔法石放进了口袋 哈利悄悄一抹口袋 发现里面果然有东西 齐若寻为哈利看到了什么 可哈利却说什么都没看到 随后 齐若解开了头上的布条 看到齐若和脑袖上的脸 哈利被吓了一跳 原来福帝毛被重创后 一直寄生在齐若的身上 这时福帝毛骨和哈利 声称只要交出魔法石 他就能让哈利的父母复活 可哈利并没有上当 当哈利招入齐若的手时 齐若的手居然开始冒烟 下一秒 他的手直接碎成了渣渣 哈利见状 立马用手按住了齐若的脸 一瞬间 齐若的身体开始石化 最终倒在地上碎成了渣 而失去身体的伏地磨 化成了一团黑雾 他愤怒地穿过哈利的身体 然后逃离到这个地方 而哈利也昏迷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就在这时 邓姆利多来到了病房 他告诉哈利 为了防止伏地磨卷土重来 他们已经把魔法石摧毁了 这时哈利疑惑地问校长 为什么自己会让齐若实化 邓姆利多告诉哈利 这是他母亲临死前 给他施加的保护咒 任何想伤害哈利的人 都会遭到反噬 时间过得很快 第一个学期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而学生们也准备放假回家了 在临走前 凯哥给了哈利一本相册 拿着哈利的动态全家福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